《英国人为何热爱王室》 对于花钱如此大手大脚的王室,竟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保留王室,那么英国人为何如此热爱王室呢? 王室等于苏格兰,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地区,自古以来并不是英国的领土,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存在。 两国在中世纪时期还发生过多次大型战争,苏格兰更曾被英国占领,后来被苏格兰人民挥翻。 1603年,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驾风,而她却没有任何直系亲属,最终王位就落到了她的表直尊。 当时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,因此,她就此成为英格兰。 苏格兰和爱尔兰三等的国王,联合王国的雏形就此出现,而英国对于苏格兰的治权也由此开始。 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,英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因为詹姆士继承了三等的治权。 英国王室自此获得了对苏格兰管制的法统,倘若英国王室被废除,英国政府将在苏格兰问题上变得明不正,言不顺,继而在原本蠢蠢欲动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火上加油,对英国的统一造成更严重的冲击。 英联邦老大,二战后,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,英国政府遂推行了英联邦计划,将53个海外属地或前殖民地组成一个共住邦联,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审为最高元首,透过对成员国内推冒优惠,作为在后大英帝国时代维系各国,即保持英国国际地位的一种手段。 目前,英联邦内有16个国家,奉英女王位名义上的元首,如果英国王室被废除,英联邦的合法性将会大大降低,解体几乎无可避免。 英联邦其灾难发生石化身心灵支柱,英国王室的存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社会的怨恨,有助阻挡沸腾的民情,更有助团结。 国民并美国歌手亚利安娜曾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体育场举办演唱会,却早自杀炸弹攻击,造成22人死亡,100多人受伤,其中包含许多12到16岁的青少年。 英国女王在案发后第三天亲自到曼彻斯特皇家儿童医院,探视受伤儿童,并未问医疗人员。 此外,伦敦格兰菲塔公寓大楼6月14日发生火灾,造成79人离难,幸存者的家园毁于一息,心灵上更饱受与亲友天人永隔的折磨。 女王与孙子威廉王子在灾后第二天,动身前往灾区探视灾民,让灾民能够抚平伤痛。 格兰菲塔公寓火灾灾难发生时,王室的亲民行为,能带给受害者及民间心灵支持,从而给予他们一定的信心,让他们有能力度过难关。 相当于外交使节,英国王室成员除了在英国国内履行王室义务之外,他们也肩负类似于外交使节的重担,出访各国进行文化交流,出席慈善,公益活动,力挺各项运动赛,市等。 有时候,基于英国政府的立场以及国际形势,政府首脑或重要官员并不出席某些国际活动,但又担心因此而影响了与举办国的关系。 这时,王室成员便成为外交润滑稽,派遣王室成员出席或措施,既可让英国政府保持一定立场,又不会得罪一些国家,可谓一举两得。 安德鲁王子最好的例子是近期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,英国跟美国一样都不派遣高级别官员出席,但英女王的儿子安德鲁王子作为英国外交团团长参加进博会,此举左右逢源,既与美国欧盟立场一致,又不失利于中国政府,王室收入并不主要来自民众。 英国媒体报道,英国女王和王室在2016年到2017年度,得官方旅行费用约450万英镑,王室成员的14次火车,私人旅行,花费约28万英镑,每年王室运作都要花掉两亿多镑。 那么皇室收入从哪来呢? 皇室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三种,私有收入,王室专用金,以及王室拨款。 私有收入主要是指女王的个人投资和所继承的两处私人宅地,巴尔莫勒尔堡和桑德林汉姆别墅。 巴尔莫勒尔堡根据《泰晤士报》报道,英国皇室的私有收入就高达3.3亿英镑。 而英国皇室也有为这些投资所得缴付税项,成为英国政府其中一个最大的纳税人之一。 因此,皇室的私有收入,反而成为了英国政府其中一个重要收入来源。 接下来再说说王室专用金,这其实是一块叫兰卡斯特公爵领地的收入, 其领地是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超过1.8万公顷的土地。 房产和其他资产,皇室对这块领地没有处置权,只有管理权。 藉此获得领地的净利润,领地无需缴税,但王室却自愿缴纳收益所得税。 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每年利润有1250万英镑,而这笔钱通常被王室用来支付私人和官方开销,其中包括各亲王和公主等王室成员的费用。 此外这笔钱还被用于对王室城堡的日常保养维护。 最后一种收入,是英国国会每年都批给王室的王室拨款,用来支付皇室员工的薪水,出公差的旅费和皇宫的维护成本。 这笔钱的额度每年都会浮动,今年是8200万英镑,王室拨款总额高昂,但平均分摊后,王室去年只花每位英国纳税人65便是,约合人民币5元左右。 由此可见,王室支出只有很少的部分是由民众承担,而王室财产收入反而成为了英国政府的重要税源。 因此英国朝野很少有人支持废除王室,王室可以作为英国的名片。 除此以外,王室为英国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。 英国旅游机构的报告称,王室形象能够每年为英国带来接近5亿英镑的旅游收入。 3000万富英游客中有580万人,至少参观了一座王室城堡。 王室一家人旅游业是英国第三大产业。 据英国旅游局称,旅游业总共被英国带来260万个工作岗位,相当于英国每12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来自旅游业。 而王室就贡献了当中的六分之一,可谓与英国就业率,有着同生共死的关系。 再者,英国王室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。 王室成员的一举一动,动辄成为传媒焦点。 以威灵王子天经以史为例,各国传媒每天都报道其中细节。 全球民众的眼光都集中于此,国际地位越来越低的英国,也能借此够挽回一定的声望。 入群,投稿,转一百,与商务合作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